凌晨三點多病患掛急診 獨自被醫師帶到校房間內 躺下後一切看似正常 但下一秒醫師未告知 突然掀開病患內醫 讓女病患當下不知所措 回想起五年前那一晚就像是一場噩夢 高小姐當時突發徐馬診 前往內湖三種醫院急診 當時由陳幸明看診 在護理師陪同下沒有異狀 但醫師突然表示要這一次確認 把人帶到小房間內獨自看診 更掀開內醫 疑似還有碰觸到胸部 醫院獲報後通報性騷擾申訴會 表示陳醫師任職以來 沒有被申訴性騷擾記錄 以證實申請人是執行醫療行為 另外兩人以達成和解 因此獲得不起訴處分 令人困惑的是一般醫師門診 都會有護理師陪同 為何二次看診 會發生醫師和病患單獨相處 陳醫師當下表示 是因為急診師太忙 並非故意不遵守程序 屬於正常診療範圍 未遺矩 事隔五年後 又被爆出感情糾紛 不論是為情還是為財 也讓明醫的爭議事件再甜一樁 三零新聞正常的徐霜雲台北昌報道 亭奕